就是手上拿的這一株桃花木 讓比丘尼買不了票 坐不了火車 是長度的問題 可以幫你寄 因為我們是客車 我何必做 長度都是有規定的 我下錯地方 我知道你們操作 是這麼樣多的規矩 站務人員說 他手上的桃花木 長度超過150公分 超過隨身行李的限制長度 會有導電的可能性 會導電 不是導電問題 我們是客車 對 導電也是可能 他包括電離層都會電到 所以這個我們的規定是有 人也是導電 人也是有180的 他為什麼能夠坐 也是不能坐 比丘尼覺得不讓他近站 沒有道理 最後請他到公告欄 還真的白紙黑字註明了 隨身行李限長150公分 台鐵潮州站拒絕在他 我願意跟我們一起量測 真的說把他的東西往地上摔 我規定就沒規定 其實他不停 為什麼 因為也不會擋到其他人就好 不要影響乘客就好了 不少乘客都不清楚 細細長長的花木不能跟著帶上車 依照規定 台鐵和高鐵都一樣 隨身行李長度不能超過150公分 長寬高總和最多220公分 捷運又不一樣了 像是我手中的這個銀柳是沒有辦法近站的 因為根據捷運規定 隨身行李最高長度不得超過165公分 走一趟花店春節到了 放在門面的桃花木和銀柳都是熱門花品 隨隨便便一梁超過160甚至是170 我不知道欸 真的有這個規定啊 通常都騎摩車還是開車啊 消費者自身沒有交通工具 必須依賴搭乘大眾運輸 討吉利的花草樹木可要注意限高 才不會買了花卻搭不了車 TVBS新聞 葉鳳達林一邦 宋沛文高雄評論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